空气中弥漫着刺鼻血腥的气味 三百万名九脉弟子 神色呆滞地望着虚空中傻神般的身影 心跳声是一声中过一声 不仅众弟子对眼前一幕难以相信 九脉高层首席亦是如此 冯青城无人气得浑身发抖 他们这才反应过来 方才自己被谭云耍了 又白白送给了谭云五百亿极品灵石 神速兵等功勋一脉之人 激动之情则是异于言表 他们知道谭云越级挑战的实力很强 但却没想到 谭云已强到了他们难以想象的程度 还愣着作甚 给本首席杀呀 冯青城一想到失败后的下场 几乎是咆哮出声 一众震脉之人借是一争 他们还是头一回见首席如此发飙 在他们心里 冯青城永远是一副冷冰冰的 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模样 看着冯青城痴人的样子 可想而知他现在的怨气和愤怒有多强盛 杀 不要看他眼睛 我们和他拼了 还剩下的两百多人 手持各色法宝遏制恐惧 带着一道道攻击向谭云凌空杀去 谭云心念间右手一张 方才自行收割的小子便被他射回手中 若我拼就拼你们 鸿蒙世神剑决 五行破灭 谭云的身形在虚空频频闪烁 接连汇出五剑 顿时 金木水火土之力的剑芒 在虚空中幻化而出 下一瞬 五道剑芒归一 变作一道三百丈的五行剑芒 向来袭之敌斩了过去 伴随着阵阵巨响 一团团恐怖的各色属性漩涡风暴 在虚空中炸裂开来 却是五行剑芒 在将两百多人的攻击击溃之后 意识消散于无形 独别怕 一心伤 和谭云这个杂种拼了 大不了就是个同归于尽啊 两百多人忘记了恐惧 心中只剩下一个信念 杀了谭云活下去 众人视似如归地分散开来 不死不休地朝谭云围攻而去 谭云无动于衷 漠然 金木水火土风雷 其中属性之力 自体内澎湃而出 鸿蒙使神剑爵 七脉绝杀 谭云身子一旋 轻可间便朝四周挥出九剑 出剑之后 谭云感受颇为疲惫 这看似缓慢的九剑 实则是因速度快到极致 所以才让人产生了视觉冲击 让人觉得颇为缓慢 随着其九剑挥出 苍穹里顿时传来鬼哭狼嚎般的呼响 轻可间功夫 九道蕴含七种属性的剑芒璀 以谭云为中心漠然绽放 使得方圆千丈的虚空 瞬间若陶瓷般军裂开来 军裂的虚空里 九道剑芒斩破天穷 以众人不可企及的速度 朝两百多人杀去 众人必无可避 唯有拼死一波 震耳欲龙的撞击声里 九道璀璨的七脉剑芒 以摧枯拉朽般将九城攻击斩碎 而即顺势将那两百余人吞噬其中 我不要死 等于你这个畜生 我在体中等你 我要诅咒你 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里 两百多人神魂俱灭 尸骨无存 剩下的三十六人 尽管用攻击盒里击溃了一道剑芒 然而 那崩碎的七脉剑芒 却化作十指般的碎刃 带着丝丝漆黑的空间裂缝 将三十六人笼罩其中 在他们惊恐的尖叫里 一块块碎刃光束 带着血液将三十人的身体击穿 其中伤势最重的二十人 浑身遍布血洞 头晕目眩之中 已砸落在毁灭之台上 至于剩下十六个 在虚空中摇摇晃晃 眼中皆是绝望之色 弹云施展鸿蒙神部 瞬间越过千丈 右手带起一道紫色剑芒 将十人拦腰斩断 随手挥出的鸿蒙火焰 则将十人逃出的神魂 分为虚无 与此同时 鸿蒙冰焰将虚空中逃窜的六人 生生笼罩 只见六人保持着逃命的姿态 化作了人形冰雕 眼神中的惊恐绝望和不甘 全都被冻结其中 旋即 六具人形冰雕碎裂开来 化作漫天的冰渣 还没掉落在毁灭之台上 已在虚空中化作虚无 汗如雨下疲惫不堪的弹云 自虚空稳稳飞落于毁灭之台上 手持小子朝重伤垂危的二十人走去 两人恐慌的眼神里 弥漫着无尽的愤怒 他们并没有求饶 因为他们清楚 弹云不可能放了自己 弹云末视二十人 右臂一挥 一捧灵力 便狂暴地吞噬了奄奄一息的二十人 二十人身子爆炸开来 神魂在灵力攻击中飞灰湮灭 弹云环视周遭上千具尸体 喃喃自语 之前我给过你们机会 你们却不珍惜 不是我心狠手辣要将你们赶尽杀绝 而是你们的首席为了自己的利益 让你们白白送死 此刻众人望向毁灭之台上鲜血淋漓的碎尸 神色各异 功勋一脉弟子对弹云是愈发崇拜 同时也能看出来 持续杀敌的弹云脸上写满了疲惫 执法弟子对弹云的恨则越来越浓 多数圣子圣女则暗存如何才能除了弹云 在他们看来 若弹云不死 自己恐怕没有机会成为下一任宗主 还有极少数的圣子圣女 直勾勾盯着弹云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